然后呢我们从四川广安看红墙下回来的路上 然后呢夺制这个荷兰荷兰郑州发生大水 然后我们队伍呢就立即从湖南的永州调头 然后去了荷兰这个郑州 然后呢我们是队伍是今天早上7点30分到了郑州的 这个7点30分到了以后立即去指挥部报道 然后指挥部呢就安排我们队伍区到郑州的经济开发区 去转移有说说有一百多个群众被洪水围困 我们组是带了什么那个两艘三艘船 还有一些水上救援的包括一些急流装备 两个两台车然后呢去了七个人 从今天早上前方访会的信息来看呢 就是荷兰郑州的现在因为这个洪水太大 然后导致什么道路多处逃亡 那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洪水把很多车辆啊就是冲的乱七八糟啊 然后到这道路上面的很多这个被洪水冲下来的车辆 而这些车辆呢就严重地影响了这个救援的这个 这个道路 然后呢他们现在我们队员呢就一边去救援 然后呢就一边去把那些在路中间的车辆啊 把它搬抬到一边去打开这个生命通道 但是据我们所了解到的呢 本来我们原计划是去到滚一市的啊 这个下面一个什么叫什么什么镇的 然后呢然后呢我们去到郑州的时候呢 发现郑州的这个灾情很严重 所以我们在队伍临时的郑州这边救援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去到下面这个镇呢 现在目前很多地方道路中断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会根据当地的这个灾情情况而定 随时会改变我们去救援的地点 感谢观看